看到這些訊息 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的議程呢 接下來下一個 就也是跟好想工作室有關 我剛剛講到說好想工作室在做這一塊 除了Clocking Space這一塊的話 其實我們做Training這一塊是我們的核心 是我們的發動機 如果我們今天沒有做Training這一塊的話 基本上好想工作室可能都還是空著 可能都還是空著 那我們做Training這一塊 有很重要的在裡面的一個角色 叫做Mental的角色 好想工作室的Mental 到底做些什麼樣的事情 或者是說他們怎麼樣去引導學員 怎麼樣Training學員 怎麼樣Build出有這樣子特質 這樣習慣的人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因為真的很 跟以往的教育方式很不一樣 我們走這一條路的話 是一點一滴一點一滴摸索出來的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個 我們裡面就是做Web這一塊的Mental 有時候原本說Web我是Mental嘛 那當然就是常跑外務 後來的話漸漸裡面的學員 然後有位Chris 他在這裡面慢慢成長 然後學習 漸漸的他有那樣的個人特質 然後我們稱為他Mental 所以我們對Mental的定義 他並不是一個職業 他並不是一個offer 他並不是一個position 而是他有這樣的個人特質 他有什麼樣的特質 他會願意幫助別人成長 他想要告訴別人更多的東西 當他有這樣的特質的話 我們稱為Mental 所以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就交給Chris 那 這是我們的Webcamp的Mental 盛凱 那接下來的話他就讓大家介紹說 呃我們做 Training這一塊 特別的地方 好我們稍待一下 行 OK 好那 盛凱這邊交給你了 好 可以吼 好 大家好我是Chris 想問一下有沒有誰想要轉職成工程師 有舉手嗎 沒有 好 目前有人是管理職嘛 就是 主管啊之類的 OK好 就想問這個問題是因為等一下分享的事情就是 我們在 我自己在 帶那個Webcam的時候 我們有做一些 就是制度上的調整這樣 然後有做了一些 我覺得像知識管理的東西啊 然後會想說 說如果你是管理職的話 也許有興趣這樣 大家好我是Chris 然後我 目前是好想工作是Webcamp的Mental 然後我自己也是Web Developer 然後我自己寫View的 然後除此之外我參加社群 技術外的社群還有 HPX台南讀書會 我是總招 然後還有參加日舞台南 是跳SwingDance的成員 然後如果要找我的話可以找我的部落格 就是可以直接Google Chris技術 然後就可以找到第一個就好 然後我自己參加就是那個 那個OpenSource Project的部分是 我有提交過 Hexo 就是Hexo是一個 你可以寫 寫完 Markdown 然後 它會幫你編成靜態網頁 然後上傳到Github上 然後就可以有 靜態網頁的部落格 然後我把 HackMD的一個功能移植到 Hexo上面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寫 程式碼區塊 可以指定的行號的這個功能 然後我有 在Gest 就是單元測試框架上 在官網上提交了一篇 關於AngularGest的教學 就是在AngularGest上 怎麼樣優雅的使用Gest 雖然它比較舊啦 現在這個框架就沒有人在用 但是 就還是有研究一下 然後我有參加 就是當 2019年的 精神石關屋的 第四關的關主 然後 然後還有一次是 就受邀到 六角的活動是 大神來六角 然後是分享 HTML的File API 然後在網路上 如果看到這張圖 就是 就是關於在前端如何處理檔案的旅程 的地圖啊 就是我做的 然後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就是我把這場講完之後啊 然後有一個學院 他去公司工作 然後呢 他有一天 有一個同事就跟他說 誒 我發現這張圖好厲害哦 你看 然後他就跟他分享這張圖 然後他就看著看著 嗯很厲害 然後他跑來跟我講 我覺得很有趣 這樣世界很小 然後我們好想工作的時候 有四個CAMP 然後有前端 有Web 有Backend 然後Android 跟IOS 然後我是負責Web的部分 然後我 就是 就是來好想工作是已經 已經一段時間了 就是 一開始來我也是學院 然後我是 2015年 不是 是2017年來的 2015年是第三梯 然後之後就沒有再招 一梯一梯招募了 所以 嚴格來說我算是第三梯尾 就很後面的學院這樣 然後也 也忘了什麼時候變Mental 就是來當學院 當一陣子之後 然後有一天 就是我很早來嘛 我都很早來 然後 那一天 他我就拉一張椅子 到我桌子旁邊 坐下來說 盛凱 從今天開始 你就Mental了 然後我就 蛤 那一天開始就是Mental 但是 當然他很突然 還不知道Mental要做什麼 我就問他說 那Mental要做什麼 他就跟我說 做你平常做的事就好 然後我就想 那我平常在做什麼 我平常就是關心我們 就是同梯的人啊 在學習什麼啊 然後我不喜歡 就是我自己會覺得 因為我是來training的嘛 我想要用盡一切的力氣 把學習這件事做到極致 我不希望有 有誰誰誰啊 偷學什麼 我不知道的 然後 然後居然變得比我厲害這樣 我自己不允許這件事發生 所以呢 我都會盡可能去知道 同梯在學什麼 然後說 欸你這個好厲害哦 出來分享一下 不然大家都不知道這樣 所以呢 慢慢就會有 固定分享的這個習慣 就是我們 比如說我們webcam 當時有六七個一起training嘛 然後大家都互相問問題啊這樣 或者是互相分享最近不錯的文章 然後我就會發現 欸你分享這個文章不錯耶這樣 或者是 欸你跟我討論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非常有價值耶這樣 然後呢 我們就每個禮拜排一個時間 來分享這個禮拜發生的問題 這樣 然後就覺得 欸下禮拜可以 你來分享一下這個啊 很厲害這樣 對 然後就變成 每一週都有一個人會上台講 講說 欸最近有什麼厲害的問題啊 厲害的技術 或者是誰學了什麼酷炫的東西 可以分享 這樣 好 那我就 講一下我們webcam究竟做了什麼 有趣的事情 那我們目標是為了產出好的工程師嘛 那麼好的工程師就是 一開始還不會 甚至你都不是 就是都沒有碰過學寫程師啊 對寫程師這件事一點都不在行 但是你想要變成工程師 那可以 那就會想來找trainingcamp嘛 那你也希望在trainingcamp之後 會成為 一個前端工程師這樣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進程 那我會覺得 想要產出好的工程師這件事 就是我們希望好的產出 就要有好的 輸入這樣 對就是當工程師就有一個概念是 不要輸入無意義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個做法是 另外一個可以強化的地方是 我們camp的文化和團隊強度這件事 也可以 幫助產出好的工程師 那我們開始講我們如何進化這件事情 一開始其實就 然後50%50%就是 來training的人 要怎麼變好的工程師的機率 其實是 有些人進來會自己覺得 喔我不適合 我想要 我可能不適合 我可能回去學好了 或者是我可能 之後不適合學寫程師之類的 或者是有些人來這邊 就是因為反正也沒有壓力嘛 就是每天來這邊交朋友的也有 那最後就 當然不會成為 大家的夥伴 或者是不會成為好的工程師這樣 那麼這是當時我接手的現況 就是其實training的過程 就欸還不錯 這樣也是有好的過程師產生 但是它的良率沒有那麼高這樣 好 那從 源頭開始啊 我想說 那我們從源頭開始 處理這件事好了 就是 我們的面試 因為我進來說 有一個 第三梯嘛 然後隔了好幾年 還是在第三梯 就是 那個那段時間 除了別的camps有在招生之外 其實webcam一直以來 其實我們每一個camp都這樣 就是 一直都有這個面試方式 招生方式 是靠緣分招生 就是今天 有人來 比如說大家來參加活動 然後天天覺得 欸 webcam很有趣耶 欸我想報名webcam可以嗎 這樣 欸 就開始這個流程了 緣分招生 對 今天緣分有緣 相距問一下 你 也許明天就來training了 對 那 就是在這問答過程中 我們會確定你有沒有決心來 training 嗯 然後 對 只確定 只確定你有決心 這是緣分招生的 好處就是很快 但是 缺點就是 當我們遇到一個 真正需要的人啊 就是啊 因爲我們一直都要緣分招生的話 就是 會有 會一直招人進來嘛 就是門檻其實沒有很高 那麼 真正遇到需要的人的話 其實就沒有位子可以給他了 這缺點 所以呢 我自己開始想說 那我要調整招生的方式 就是 不要只是緣分招生了 也許有沒有其他招生的管道 好 然後避免無益的輸入 就剛剛講的 就是在招募新學人的時候要注意這件事情 然後就會想 那誰會來報名啊 因爲在 想這件事之前 我已經進行了一陣子的緣分招生了 然後就有去 跟很多人聊 大家各自的故事 然後就會想說 哇 大家都 很有自己的理由耶 這樣好像 大家都很適合進來 但事實上並不是的 然後誰適合來報名啊 就會開始歸納這些 因爲 招進來的人嘛 然後看他們逐漸成長 然後最後有成長出 不錯的結果的人 就會去歸納 那這些人最一開始的樣子 是什麼樣子的 有熱情嗎 還是適合來 還是30歲前適合來 這些都不是理由 對 好 然後我推薦大家探索這件事的方式 是看這本書 就是先設計自己的人生 就是 這本書叫自己的人生 自己設計 對 我覺得來 就是 轉職嘛 就確定你人生下一步這件事情 非常 非常非常重要 甚至 其實我們認真的態度 都比來面試者還認真 所以呢 我把這本書K完之後呢 我覺得很多人 都沒有仔細思考 轉職這件事情 究竟該想什麼問題 所以 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我放一些 面試者嘛 都會認真的聽 面試官的話 對 所以我們就問一些 刺激你 思考人生問題的事情 比如說 如果你不做 寫程式 你想做什麼 那你就會告訴我 也許我想要去 賣雞排啊 之類的 然後我就跟你說 如果你沒辦法賣雞排 那你想做什麼 就你的備案都 否決 那你想做什麼 這樣 就開始思考 沒有備案該怎麼辦 然後 可能就會問說 接下來就會問 如果 排除掉面子跟收入的問題 那你想做什麼 這本書 告訴我的 就是你的人生 要永遠都有三個人生計畫 對 那我們就會在 面試的過程中 問面試者 希望在這面試的過程中 除了我們想要找到 我們想找的人之外 我們想要 帶給這些 在人生死之入口的人 有一些收穫回去 刺激你去思考這個問題 這樣 就是這本書超棒的 然後 他整本書的前半段 都在講這件事情 如何找到 你適合走的下一步 然後我們就利用這個 他書上講的這個原理 這本書是一個設計師寫的 然後他用的方法叫 設計思考 設計思考是 設計師用來尋找 解決方案的方法 就是在面對位置問題的時候 用的方法這樣 就設計領域用的 然後呢 我就在想說 那我們可以用 就既然這本書 那個設計師 用了這個方法之後 辦了一個workshop很紅這樣 那我們可以 透過他的概念來幫助 大家來確定 自己的人生 適合的單工程師 這件事情 那你還沒有思考的問題 麻煩回去想一下 再來 這樣也許會 讓我們收進來的學員 會 影響我們最後的產出良率這樣 對 所以用這種方法來找適合的人 那他大概流程是這樣 快速講一下 一開始就在這裡 七點嘛 然後接下來 你要去判斷你 目前的生命設計診斷 就是 你的人生啊 切成四個面向 就是 健康工作遊戲愛 這樣 然後我自己的解讀啊 其實 這本書為什麼我那麼喜歡 是因為 我自己在看這本書之前 我對自己人生有類似的做法 我 我 我把它切成四個面向 是 這括號的部分 就是工作 運動 旅行 社交 工作就是你每天有做 你做的事情 讓你覺得 有生產力 讓你覺得 生命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工作 但不是大家賺錢的那份工作 也許大家覺得 欸 做這件事情 賺的那個錢 生命有意義 對 那 也許是現在大家的 生活的一個 狀況 但是 事實上你只要覺得 做某件事情 你覺得有意義 然後讓你的 生產力有 發揮出來 就是工作這樣 然後再來旅行 是 可以釋放你精神壓力的 一件事情 的某一些事情 就是 人嘛 難免在工作的過程 會有精神上壓力的累積 無法 無法釋放 那麼你只要做某件事情呢 比如說像旅行 就是一件 欸你只要去很遠的地方 然後 帶回那邊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 在那邊 泡個溫泉 就覺得 我的精神壓力 其實是轉移注意力而已 所以 其實這件事 你只要做一些 有自己有興趣的事 都算是 這個遊戲 或旅行的部分 那 那個 運動的部分就是 消除你肉體上的壓力 就是你只要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 你去重訓啊 像我們下午都會去拉單缸這樣 所以拉單缸會全身用力 然後往上拉 那麼短短的那幾分鐘 其實拉單缸很快就沒力氣了 非常有效率 那短短短的那幾分鐘就讓人家覺得 欸 有 出來走走啊 然後散步 然後 撐一下 然後 就覺得 肉體上的壓力有稍微解除一點 像我之前 我之前的運動是做 練柔道啊 比較 比較運動量很大這樣 就是 就是 一次 就是上去 腰 腰對手嘛 然後上去練一下 大概就 五分鐘以內 就很長了 對 大概一兩分鐘就躺在地上 完全沒力氣了這樣 五分鐘的體力很好的 那那種運動量就很高 而且全身的運動 然後接下來社交就是 你要去看看別人人生的 其他三個部分 就是別人人生的工作旅行 工作旅行跟運動是怎麼做的 就是社交在做的 你就要問 要跟別人問一下 他的生活狀況這樣 對 就是問他 欸 那你都做什麼運動啊 做什麼工作啊 這樣 好有趣喔 之類的 對 你就可以一虧別人的 就是生命診斷這樣 好 接下來 診斷完之後 那診斷啊 你會有指數 一二三四五五格 你要稍微量化一下 你的 二十四小時所佔的趴數 這樣 然後接下來是尋找人生的真備 就是 你要開始調整嘛 就是你對現況不滿足 所以 你會想調整 比如說工作太多了 其他太少了這樣 對 好 這是一格 然後尋找人生真備是 你要 反思自己的人生觀跟工作觀 做什麼是對你來說有正向的 比如說 有些人對於做博弈業感到 罪惡感 有些人覺得不會有罪惡感 像我第一份工作我是做 電視機的 就是我們 我在工廠當RD 然後我們是賣電視機的這樣 可是我們賣的電視機是那種知名品牌的 我就覺得 賣這種電視機這麼貴 好像不是在 就是幫助人類幸福啊 好像是滿足人類物質慾望而已啊 一直賣 越賣越滿足慾望 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不需要買那麼貴的電視機這樣 然後我就會產生一個 質疑 我做工作究竟是不是正向的 大概是這種感覺 就是在你內心有沒有對你從事的事情有這種疑惑的 這就是你自己的人生觀或工作觀 要重新思考 或 比較需要再反思的事情 然後 如果你找到之後就是你人生的爭備 就是你需要往一個 不管你做什麼都覺得正向的方向去前進 對 這是你自己每個人都不一樣的 好 那接下來呢就是要找出一條路的意思就是 你要寫好時光日誌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20小時之內啊 你做什麼事情 會讓你覺得精神力提升 就是喔做了這件事我進入心流 做了這件事我覺得好充實喔 或者是 做了這件事就是讓我 靈魂耗損這樣 就讓我覺得人生沒有意義 就比如說有一次我們 工廠的產線都沒有人了 叫RD去補產線的位置 然後就第一次進產線然後去 跟那個組長報到這樣 然後說喔現在人差不多囉 那你去幫你數螺絲好了 數數看這幾顆這樣 對 我就覺得人生超沒意義的 對 就是那種感覺 對然後你要記錄下來 就是你什麼時候做什麼事 然後精神指數是提升還是降低 這個結果要記下來 然後一天之內要做好幾個 事件這樣 然後大概做幾周之後 你在做幾周之後再回顧 你可以發現 精神力提升的事情呢 會有一個共通點 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要做 奧德賽計畫 就剛剛問的問題 就是人生的三個悲哀 也許這個過程會卡關啦 就是你會找不太到 就是接下來要幹嘛 原因是因為 就是比如說 找出一條路這件事 你會不知道 誒 我 比如說我組了一個 下午樂高 我很開心啊這樣 但是 你會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到底有什麼作用 對 但是事實上 你要去分析的事情是 誒 你組了一個下午樂高 是很自由的組合 還是照說明書組合 這個細微的差異 如果有人覺得 誒照說明書組合 我就覺得很 精神力沒有提高 我覺得很無聊這樣 可是你如果自由組合 就覺得很開心 原因是因為 差別是一個是 你發揮創造力 一個是照說明書組 對 沒有辦法發揮創造力這樣 那麼你開心的事情是 發揮創造力 而不是組樂高 懂嗎 你要去分析你那件事情 背後的原因 你為什麼會喜歡 那你就會把這些 背後的原因 再重組一次 會獲得新的方向 也許你要做的是這件事情 然後 在這本書的Workshop裡面 它是說 它是辦 那個 腦力激盪 去幫你做這件事情 就是你把 你現有的 你喜歡做的元素 然後跟你 你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再打散 再重組成 你可能會想要喜歡做的事情這樣 比如說你現在可能 不會想要寫程式這樣 但是你喜歡組一個下午樂高 在那邊發揮創造力 也許你適合當持續創作人 也許你適合當作家 也許你適合當漫畫家 就看你的這個元素 還要再配合其他元素 所組成新的職業 或創造新的職業之類的 然後最後打造原型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你如何確定你未來 適合做那件事情呢 也就是 我們在面試的時候 會問學員 就是 未來可能會成為學員的人 就是 你真的適合寫程式嗎 這樣 對 這個過程要怎麼問呢 就是問他有沒有做 打造原型這件事情 那這是什麼意思 原型對話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找 已經成為工程師 軟體工程師的人 問 當軟體工程師是不是都好賺啊 因為你有一些刻板印象 你又還沒有成為軟體工程師 但你有一些想法 比如說 那個 就可以問Howo 自己當老闆會不會很好賺啊 是不是都 吃飯都不用看家務表之類的 對 那就可以問一下 當老闆的感覺是什麼 如果我也想到老闆的話 這就是生命訪談 你想要成為誰 你就會找 那個職業 或是那個情境的人 去問他 他的感受 然後把你的疑惑跟他分享 那他會幫你解決 對他來說就是 分享自己的生活而已 所以這沒什麼 但是你就可以邀請他 一個下午問他這樣 對 你可以 在這本書有一個SOP 開場白啊 比如說 Howo啊 請說你在做Cooking Space 我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那我可以邀請你一個 就是我可以 我對你做的是非常 有憧憬 對 之類的 然後我打算 我可以邀請你一個 下午我們聊一下天馬這樣 大概是開場白這樣 那本書我教 教你怎麼邀請 做生命對話 原型對話這件事情 然後就這樣邀請到 專業專家跟你對談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 你對這個職業 或這個方向 是不是 有過多的幻想 還是浪漫這樣 另外一個是原型體驗 原型體驗就是 你要 真的去做這件事情 很難對不對 就是我想變軟體工程師 那我要先有一份工作 經驗 才會辦法變軟體工程師 但是 我就沒有經驗嘛 可是我要先有工作 這即生單單生這些問題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就是你要先假裝你就是 假裝 假裝我就是軟體工程師了 那你要想一下 軟體工程師20小時要怎麼過 會早睡早起嗎 還是會熬夜 就靠你的想像就好 然後呢 你要做一些軟體工程師 可能會做的事情 比如說 新手嘛 他沒有寫過程式 可能就 會去買線上課程回來看 好 那個學習的過程 就很像 軟體工程師的工作過程 就是 你可能照著做啊 會遇到問題 沒錯 軟體工程師在做project的時候 就算照業主的需求做 也是會遇到問題 對 跟你上線上課程是很像的 只是那個難度不一樣 那就可以照那個流程 誒 我去上線上課程 然後 遇到問題的卡關 要怎麼辦 你跟問題周旋的時間有多久 你如何覺得你 已經解決問題了 的這些過程 就是你 當軟體工程師 會遇到的問題 的過程這樣 好 然後 我覺得上線上課程 最大好處就是 你叫老師講他就會講 你叫他閉嘴他就閉嘴 就停嘛暫停這樣 對 停下來我先練習一下 他就會停下來這樣 就是在一個初步 你還沒辦法 確定你就要走這條路的時候 最好的做法 就是 取得 初步的知識 然後做題目練習看看 然後觀察自己面對壓力的樣子 對 然後探索一件事情就是 如何深入研究問題 對 真是非常重要 就是 有些人就覺得 我找到某某部落格寫這樣 就好了 我找到答案了 這樣 那下次遇到一樣問題 又有點不一樣 他就覺得 好像不太一樣耶 那上次的答案就沒有用了 也就是說你 如果解決問題的方式 淺淺的 那大家只能 這個答案只能用一次 那如果解決問題的 的 深度很深 那你找到答案可以用好幾次 所以你下次遇到 還是能這樣解法 那就超省時間的這樣 那我們希望找到好的工程師 會有一個這樣的 這樣的 習慣的萌芽 那我們希望放大這個習慣 讓他可以在這邊覺得 欸大家都跟我一樣好棒這樣 而不是覺得 欸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在那邊 看Spec 很 很奇怪 好像很矯情這樣 硬要看 對 我們不希望這樣 就是讓這些有好的習慣人聚在一起 讓他們覺得自己不是異類這樣 因為我自己是這種人 這樣學起來的 好 那我覺得學寫程式啊 學習是 一輩子的事情 就是你只要 想要用寫程式過活 你就要一輩子學習 因為反正技術會更新嘛 框架也會改版 那 學習是免不了的 對 然後 我們想要找的就是 你想確定未來想當工程師 就是你已經 有自學的過程了 自學的過程 並不是說你一定要有底子 不是 是你要做原型測試 你要確定你的人生 真的適合走這條路了 但是很不順利對不對 你就會懷疑自己 是不是適合做工程師啊 你可以懷疑 真的是 但是你要 你很想當工程師 你要有這個心 這樣就好 然後面對挫折 你還是很想 可以 很可以 然後學習不順利 來這邊 我們幫你排除不順利的事情 對 好 這樣我們把源頭啊 就稍微 就是比較 就比較有方向 知道 喔我們大概要招生 要找什麼樣的人 要問什麼問題了這樣 好 然後 我們就改變了招生的流程 就是 原本是Mental 問一問 面談完就招生嘛 欸我們就一梯一梯招 然後每一梯可以 去找出 其實就比較出 這些人裡面 誰比較適合來 但是它是一個排序 就是我們名額有限嘛 它是個排序 只要我們認為 你需要我們的資源的人 我們會把你優先權排上面這樣 然後像那些 欸 有些人就是聽到免費來試試看的那些人 優先權就排下面一點 然後又有那種是 來面了兩次的人 然後 那種我就問他 欸那你 上次面跟這次面的差別有沒有差異 你有沒有做你的生活做做調整 你有沒有對 前端這件事很嚮往到 硬要學 然後無所不用其極的想學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差異的話 也許也不適合來這樣 就縱使你來面好幾次 對 好 然後 整梯招生的好處是讚 就是可以找到我們更適合的學院 但是 缺點就是 其實你看 就剛剛 就是Mental在收 解招生文 Mental收信 然後Mental面談這樣 都Mental 就是其實我有工作啊 就是 24小時而已啊 然後 我也很忙 忙到可能 要一邊面試一邊解bug 對 然後可能也有看走演的時候 就是欸怎麼會找這種人 就大家問我 欸Chris你怎麼找這樣 找他啊這樣 都會偷偷問我怎麼找他啊這樣 然後就欸 其實我有忘記了這樣 對 就壓力其實蠻大的這樣 好 沒關係 就是 另外一本書 教了我另外一件事 就是 召集未來要和新人一起共識的人員 一起來面試 對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 找學員跟你面試 對 好 這本書就是 腦力密集管理 欸就叫Peopleware啦 他英文名字叫Peopleware 對 他就說他有一個章節試鏡 他說你要面試新人的時候呢 就是 他想技術主管要面試 未來的同事 不是跟技術主管坐在隔壁嘛 就是比較少跟他接觸 通常說技術主管派工 寫給底下的工程師工作 所以呢 底下工程師會密集的溝通 然後軟體產業又是一個 高度 高度溝通的工 的職業 所以呢 溝通不順暢很容易造成問題 那麼溝通不順暢這件事很容易發現啊 所以在面談的時候 你只要找現有的同事 一起去面試就好 然後他們就告訴你 我覺得他聊起來不是很順這樣 你就可以把這個人 列為第一優先權 就是文化不適合 不是他個人特質 就是不是他不好 是我們不適合他這樣 會找到這樣的人 那也許這樣的人到另外一個場域 或另外一個選擇的話 會很適合 我們也可以 我們就利用這種方式來找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想法 是說 我們想把 就是我們 training出來的人 有適合跟不適合的嘛 我們把適合的 就是training的好的那些人 往回 回溯 拉回來 一起面試 就找training不錯的學員 一起來幫我們面試 這樣 那這樣的話 一樣找學員 現在面試 不是隨便找學員 那這樣的話 會讓我們面試的源頭 把關更一致 叫價值觀會比較一致這樣 好 就是專注在好的部分 然後呢 就後面加了學長姐 好處就是啊 就是對學員來說 不會是 對新學員來說 剛進來不會整天 大家都是陌生人 就是進來 大家都沒看過這樣 至少有一個面試 面過我 不是只有面頭而已 會有一個比較知道的學長姐 對 這個學長姐面過我 所以我問題可能會先去找她 會先比較有認識 怎樣是好處 然後對學長姐來說呢 其實有一個意外的收穫 對學長姐來說就是 他每個人都覺得 就是 跟我一起去面試嘛 然後就看到 也許就看到 三個月前的自己 在那邊 對然後他就覺得 如果我現在 既然面試為了 我一定面不過 每個都這樣講 對 就覺得他們會自己覺得 欸 第一件事他自己有成長 他自己觀察出來 三個月前的他就長那個樣子 但是我們的問題 就越來越嚴格 或是一些 越來越刁鑽的問題 所以他覺得 現在來面 自己的過去 來現在面 一定面不過 是因為他過往的 面試經驗是 過往沒那麼嚴格 我們不會問那麼問題 不會問那麼多問題 不會看那麼多面相這樣 就是我們面試 一直在演化這樣 然後所以他每個人都會這樣想 那麼 他每個人都會 也會觀察到自己的成長 就是 欸我來這邊 欸才三個月 就是 我已經學到哪裡了 非常明顯的差異 對 就是會給自己 學習現況有 進步的感覺 也會讓自己 對自己 就是學習的 自我懷疑降低 這樣 然後對我來說 就是可以比較偷懶 對 然後可以 比較分擔那個判斷的能力 就是 不用靠我自己一個人 說 欸這個人可以進來 這個人不能進來 就是如果我覺得 這個人可以進來 而大家覺得不同意的話 我就會覺得 欸那是不是我 價值觀跑掉了 這樣 就會有警訊 這樣我覺得是很好的 然後 因為學翔節太好用了 所以 我就把 錄取的共識訣 變成全部共識訣 什麼意思呢 就剛剛有三道關卡嘛 寫招生文 然後 收信 對不對 然後面試 我就把 就是我把他加強這件事情 對 然後就把 這些關卡全部放 學長姐進來 然後變成 我們會有一個 從頭到尾的一個 招生委員會 的機制 就是 Mental加學長姐 一開始就討論 我們要找什麼樣的人 就是Persona開始 我們要找什麼樣的人 然後決定好之後 放在email上問的 那如果是 發散式的問答 比如說 你有沒有喜歡的youtuber 這樣 對 那 這些是在問說 你 向往的特質是什麼 比如說 欸我喜歡的youtuber是誰誰誰 因為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他向往那個 價值觀嘛 對不對 我們想問的是這件事 那放在email上就問不出來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問題 留到面談的時候問 這樣 所以Persona你問題之後分兩段 然後接下來就是 他們就會回信來 然後回信來是 所有就是 學長姐跟我 就是這次一起 招生委員會的人 會一起搜 搜信 看email然後一起回 然後一起看有沒有錯字這樣 然後 送出去就一起送這樣 就是大家會討論完送信 對 然後會把email設定好 大家第一時間會收到email 然後會 針對這個人有沒有興趣 就是來這樣回信這樣 好 然後再來是 回信完了 然後面談了 面談會問那些問題完之後 會入圍 就是欸這個人不錯會入圍 對 因為我們 比如說名額只有三個 然後有六個不錯的這樣 然後就是六個就是入圍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進入辯護會議 辯護會也蠻有趣就是 嗯 因為不是每一個學長姐都會 跟每一個學員 準學員面談嘛 就是 每一個人都代表 其中一個 來面試的人 這樣 然後 因為不錯嘛 因為學長姐覺得她不錯 所以會 幫她入圍 然後最後呢 如果 比如說有三個人 三個名額然後六個人 然後就有 第三名第四名要辯護 因為第三名第四名很接近 然後就會想說 第三名第四名先拉出來 就是 辯護一下看 他們的順序是不是可以對調 這樣 如果他們順序不能對調 後面就不用談了 對 那麼就會有 各自 面試過學長姐 跳出來說 欸因為我覺得她優點是什麼什麼 所以我覺得她可以進來 然後另外一個就會覺得 欸因為我覺得優點優點是什麼 所以可以進來 然後兩個都產生對立這樣 然後就搭投票 然後覺得 誰說的的確是比較 適合我們的圈寧這樣 對 就會有這種辯護會議 然後最後會 討論出錄取名單之後 就發信 然後發信 我們會希望 學員自己決定來的第一天 原因是因為你是 人生的轉職 這個過程 那麼通常都是在職場上很不順利啊 然後通常就是 覺得這段時間很 就是沒有什麼人生選擇權這樣 然後我們是覺得 透過我們這邊 training完的結果 可以奪回你人生部分的選擇權 所以我們會希望你來 training的第一天 是由你自己決定的 就從這件事開始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你自己人生 從什麼時候開始training 那麼 所以不管是 之後的 不管哪個新生 我們都這樣 希望他自己 你什麼時候要來 你自己決定 來的時候再跟我講 這樣 然後所以我們 新生來的時候是非同步的 就是 每個不會一起來 所以不會有什麼 一起來的活動啊 之類的 所以我們會 個別的填 填寫 須知 還有個別的告訴你要注意的事項 這樣然後環境的導覽 這類的都個別的 好 然後對 對學長姐來說呢 會覺得 加入 camp的決策會更多 會比較有認同感 然後對我來說 簡單講就是 更偷懶 就是更 好像更不用做決策這樣 對 但是我要 就是 掌握這整個活動流程的順暢 好 就對我們來說招生 原本是我對新生招生 我對學員training 就變成了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 交集 然後大家就是 照聲照聲報名這樣 就是大家對於 團隊的 結合 就是 怎麼樣去判定一個 團體的強度 我自己覺得是 不是人很多 也不是完成的事很多 而是增加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還有人跟事情的關係 那怎麼增加人跟人的關係 就是原本我跟 學員的關係是 新學員的關係 我跟他的招生關係 而已 然後我跟學員的關係 是training的關係 而已 那麼我請他們一起來 加入這件招生的活動 變成 變成大家對於招生這件事 或者是 學長姐對於新學員進來這件事 會有認同感 就是 這是我招進來的 然後會 就是不會出現那種 欸Chris 你怎麼招重人 而是會問我說 欸Chris你怎麼招重人 我就可以說我是誰誰誰誰面的啊這樣 對就不是只有我面的這樣 然後大家都對這件事很有關係 然後每個心聲都會有一個 感覺就會有一個 欸比較熟的學長姐這樣 一開始會有這種感覺 好 然後我們的確會把不良率降低了 就是 欸 Hawel有跟我說 欸 自從你當 mentor 之後啊 就是幾乎 就是 中途 中途離開的人變少了 這件事情 就是 大家在這個圈年過程 中途覺得 欸我不適合當 我不適合走這條路的人變少了 不過還是有啊 就是 不會到一半這麼多 不是我們招的人變少啊 對 就是機率變低了這樣 好 然後接下來是 風氣的進化這件事情啊 就是 我們在這整個 學習的氛圍裡面 也有做調整 對 就是 契機就是 就是我看到這個圖啊 我就覺得 哇這個圖真的是 太太棒了 這個圖的意思是說 嗯 有一個菜鳥師傅 就是廚師 然後一個 老廚師 在跟 菜鳥廚師說 地板上會有菜渣嗎 這件事情 然後想問大家說 你們在你家的地板 就是在你家的廚房上 會是菜渣嗎 應該是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應該是 common sense 你知道嗎 就是本來就不應該出現的事情 就在職場上常常出現 就這樣 對 那麼 在寫程式是這樣 就是 你對你自己的side project 的call 可能會覺得 欸 寫得這樣很好啊 可以再重構啊 幹嘛的很有勇氣這樣 可是對於 工作上 或職場上的程式嘛 可能就 欸張姐就好 就這樣就好 不用管他這樣 maybe就會這樣 那麼 我就覺得 欸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call review一下 這樣 就是 我自己覺得寫超酷不可恥啊 就是 可是漸漸 不要寫超酷這件事 比較重要 對 但是就是業配一下 就是我寫 另一篇鐵人三十在寫 可不可以不要寫超酷 對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裡面就在講說 如何不要寫 在寫 人家看不懂程式碼 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怎麼做call review 這件事情呢 就在 我看一下喔 原本的training 是這樣做的 就是 假設我們有六個版要切 然後六個版有三個主題 就原生寫法 boostrap 跟sars這樣 那麼我們 一開始在 135 的時候 找mental call review 對 那這件事情呢 就 我自己做調整 之後變成 我在 我想一下 喔 等一下 更正一下 原本的版本是 246 call review 246找mental call review 然後我自己 我自己做調整 就變成 一一三五找mental call review 你想一下 你一開始來 training 然後第一開始就 欸 給你第一個板切 然後切完板 第一個練習完之後 然後再 再跟你說 喔那你再切第二個板 再切第二個板完 然後看你的call這樣 正常的邏輯是說 欸 你就做兩個練習了 那應該練習充分了吧 那看一下你的call 應該是ok 原本這樣想的 那事實上我在 我有去工業設計系 參加 就是上過他們課 然後他們有 實習課在做品 他們平圖這件事情 那他們一樣是 一個題目做兩週 第一週 老師給的題目就是很發散這樣 喔 30成30公分以上快題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你就要自己想辦法 發揮創意 把題目做出來 然後呢 老師就會說 喔這個題目究竟在做什麼 就第一週 大家叫作業的老師就會說 這題目究竟在做什麼 這題目啊 就是要幹嘛幹嘛幹嘛 那誰誰誰做得不錯 誰誰做得好 這樣 然後每個同學都會講他做了什麼 然後 歷經了什麼辛苦的過程 然後你就會聽 你有興趣的作品的同學 他究竟做了什麼 他究竟來找材料 他怎麼應付這些材料這樣 好 跟這個一樣 你在1.135的時候 找Mental Co-Review的用意是 你在第一次做完的 這個過程 你有了挫折 你有了迷惘 然後再告訴你 我們我覺得 好的經驗 跟這個題目究竟要做什麼 你有了這個經驗之後 你應該再練習一次 讓別人的經驗成為你的經驗 而不是跟你講完之後 你去做別的題目了 這樣會把你自己 記得的事 再強化一次 然後把別人的經驗 成為你練習的元素 然後剛好又有練習的機會 所以你在第一個版切完 找Mental Co-Review完之後 你就可以再寫一次 然後你第二個版的做的 就比第一個版好很多 就會有這個落差 然後就會是Mental 就是 就學員會說 我想Call Review這樣 然後我看看 然後變成很多學員的時候怎麼辦 對 就很麻煩 大家都找我 然後問題就開始重複了 然後我開始覺得 這個問題怎麼 剛講過現在還要講這樣 就覺得開始 工程師都不喜歡做重複的事 就要解決這個問題了 那怎麼辦呢 有什麼辦法 對 還是找學長姐 學長姐好用 那麼就會成為 這樣 就是 135 找學長姐玩 再找我 那這些基本的問題啊 重複出現的狀況 就會由學長姐來過濾掉 然後他們真正不會的問題 就會跑出來 那這個問題 多半都是一些稀有的問題 或者是 Spec不寫的問題 比如說 無定義的問題這樣 不過無定義的問題也越來越少 Spec越來越 就是後面越寫越嚴密了這樣 然後246啊 要任選一位 就是隨便 看你要找幾個都可以 這樣 那 重複的問題 就不會只要 身上重複的再出現 因為 一開始我覺得 我自己複習很棒 但是 久了之後 其實 會失去了 複習的價值 其實這個問題 我 我用 你講到一半 我就知道問題是什麼 這樣 多半都變這樣了 對我已經背下來了 因為重複率是太高了 那麼這個經驗 應該留給學長姐 去 去複習 這樣比較好 然後學長姐會替換嘛 對不對 如果覺得還不熟 再去co-review 這樣 然後就會 就是 用循序圖來表示的話 問問題的過程 就是從這樣 變成 這樣 對 就學長姐會來 中間來來回回的 然後 藍色就是增加經驗值的地方 就增加經驗值就比較有效率 好 然後 對於資深的學員來說 他可以複習不熟的問題 就是 其實 當你到 因為我們 training camp的做法是 你會 重疊一段時間 跟學弟妹在一起 就是可能是 你那時候在學JS 那學JS的感覺 跟學切板的感覺 不太一樣 那麼你在學JS的時候 會有切板的學員來問你問題 那你就可以藉由這個計畫來 複習切板的問題 你也不用自己 再去主動複習切板 那 這個交互的過程 我覺得是 蠻好的 然後 對我來說就是 可以跟學員一起 學到新的問題 新的問題就是 欸 學員他們自己來問的問題 其實 他們如果問我的話 我也會嘛 對不對 那他們自己學 他們也會了 但是他們真正解不出來的問題 對我來說就是新的問題了 那我也會在這個過程中 學到新的東西這樣 不會再是重複的問題了 對我來說 這個camp會帶給我新的知識 對 然後從討論問題啊 然後review學員的狀態 變成 大家一起 做這件事情 會由學長姐 參與這個call review的過程 這樣 然後 還有第三個是我們風氣的進化 就是我們在 學習深度的這件事情 就是 一樣啊 有問題 就是來問Mental 然後就是 我就問他 這邊call為什麼這樣寫這樣 然後他就說 因為看了一些網路的文章 之類的 對 然後 我就 我就問他 看了部落格你就相信了 對啊 就是 這個問題就跟你去 我就 講說 這個問題就跟你去廟裡 喝浮水沒什麼兩樣啊 之類的 對 我指的不是 不是說 喝浮水不好之類的 就是 沒有根據的事情 你要 你要找出根據 的意思是這樣 對 然後 我就問他你這樣 知道問題的真相嗎 這樣 就是 不要只是看到部落格而已 部落格只是在友善的 告訴你這個知識的一個 概念 但事實上你要去看 官網文件或Spec 那他才告訴你完整的東西 那這個答案才可以 讓你用好幾次 未來遇到一樣的問題 才不會說要變一下就不一樣 好 那 真相 對 學人就會 什麼真相 這部落格不就是真相了嗎 對 就是會 讓他們在接受合理的答案之後 會習慣了再繼續往下懷疑 要有這個習慣 就是人的大腦在接受合理的答案的時候 會停止思考 那麼 要習慣的 要讓他們養成習慣是 當你接受到合理的答案的時候 你要再繼續的懷疑這個合理的答案 一直到這個答案 被 值得再懷疑再驗證 然後驗證 再驗證一次是OK的 這樣 所以真相這樣 想 就是大家都有看過海賊王嗎 了解校舍100年要怎麼了解 很難 對 首先要有人知道 對 這個東西存在 對不對 當大家都不看spec的時候 要有人看spec 對 要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要相信這個東西存在 並且找得到 所以這種信仰 因為 還沒有人找過 還沒有了這種很多人在找 對 但是這種信仰 你相信找得到你就去找 好 那接下來就是尋找 尋找的方法 就是 欸怎麼要看這個東西啊這樣 就在海賊王大家都看不 看不了 歷史本文 但是你就找到那些 看得懂的人 唸給你聽 也可以 對 反正你就要至少有方法 可以獲得真相 這樣就可以了 對 所以要讀懂 這個 要看漫畫 不是啊 對不對 要讀懂spec 要慢慢讀 習慣他這樣 對 所以 哦對這個 這個起源是起源於 就是2017年 就是2017年 我還確定嘛 那一年年底 我做了一件事 我已經學了一年的 CSS了 然後對CSS有概念了 但是 我就遇到 幾個 就是遇到業界老師 然後就問他問題 我自己覺得 嗯自己應該很 很不錯這樣 就遇到他問他說 嗯這個問題 應該是搞不懂 Inite跟Blocker之間的關係 這樣 就是一個很基本的觀念 我就深受打擊啊 然後我就 這一次我就做個挑戰 就是 我在年底的時候看spec 然後去分享 我熟悉的觀念 然後試試看這些熟悉的觀念 我再找spec 會找到什麼東西 就找了30天這樣 對 然後這30天大概是這樣 然後發現其實這件事 其實一點都不難耶 就是一個小美角而已 然後去看W3ORG 就發現哇 居然寫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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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就是部落格都很少提到的 甚至有一些 比較不好的歸納方式 在 在spec上是完全不同的觀點 來 來 介紹這個知識的脈絡 這樣 然後想辦法學院養成習慣 然後下面就會出現一些 很很少遇到的關鍵字 比如說什麼BFC 或者是學了一陣才知道 什麼是BFC之類的 對 然後 周旋問題的時間變久了 然後學習的深度也會加深 就是 不要那麼輕易的放過這個問題 這樣 就比如說我們遇到一些 手機的Chrome才出現問題 然後Safari也沒出現問題 我們就一直Google 一直Google 一直Google到 Chrome的issue checker 然後他就寫這個版本 會有這個問題這樣 然後我們就啊 這是issue 才確定這只有 這個瀏覽器問題 那趕快更新它之類的 才確定 跟使用者說 要更新就好了 就是跟問題周旋久一點 要確定問題到底是什麼 那對 然後最後就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 啊有時候Mental也不會講對啊 這樣 對 就是他們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跟他要憑印象跟他們講 喔可能是這樣喔 這樣 然後他們就找Spec回來 就跟我說 欸不是這樣耶 喔這樣喔 喔寫到新的 對 就是我們養成這個習慣之後呢 沒有人是絕對的 但是 也正是因為沒有人是絕對的 這件事情 讓大家會對 既有習慣的東西 產生懷疑 然後再去驗證它 然後驗證的這件事情 讓我們的 在Camp裡的知識 去無存精 讓虛假的東西變少 讓真實的東西變多這樣 然後就養成一個 這樣的文化 然後讓大家的學習 就會比較紮實一點 就是這件事不會讓你覺得辛苦 因為它是文化造成的 那這個習慣會造成你 學習的 的 深度變高 然後習慣變好 這樣 然後就會 就會出現這種感覺 就是 欸 學長姐在面對學女的問題的時候 會 欸查一下Spec 這樣 然後就藍色的箭頭就是 欸 對的姿勢就開始出現了這樣 嗯 對 好 然後就是慢慢的 讓我覺得 欸 這個Camp好像離我越來越遠 好像越來越不需要我這樣 然後可是他們又會自己成長 就是很神奇的事情 我只要負責把人丟進去 然後他就會自己長大這樣 就會形成一個很像知識管理的東西 然後這個我稍微畫一下 就是 右下角那個是 知識管理會用的五個行為嘛 然後我們 我就稍微歸納一下 我們究竟會做什麼事情啊 應該就是這樣啊 就是 灰色就存取 草紋竟然問問題這樣 然後 對 反正就顏色對應 對 好 然後慢慢的就是降低對Mental的依賴 就是欸好像不用我也可以這樣 那事實上 我有問過How我這個問題 他說 帶Camp啊 就像騎腳踏車一樣 就是 你騎騎騎騎騎騎騎到速度很快的時候 其實 你踩踏板會變得鬆鬆的 對對對 你也沒辦法再加速 因為持筆就是這樣 好吧 那那個時候你就 滑行的 他就會 一直保持那個速度一直滑行 然後等到速度稍微降下來的時候 你再踩踏一下 就可以了 對 現在目前Camp是維持在這個狀態 就是他已經 高速前進了 然後我只要在他 踏板 就是還可以踏的時候 再踏一下 速度就一樣 然後在方向稍微在 掌控好就好了 就不用一直一直一直努力踩了這樣 所以多半的時間都擺著 然後需要call review的時候去call review 然後需要看板的時候去看板這樣 對 然後不小心的知識管理就是 我們可以讓在Camp裡的知識 就是 透過人的方 口我相傳的方式流傳 然後 我們沒有一個系統去 去放我們累積的知識 是沒有的 因為我認為真實的知識 就是我們Camp需要的知識 因為大家是初學嘛 就看官網文件就好 不用自己累積 對 看官網文件 看有人會幫我們更新的 然後想學什麼就去看那邊 然後只要 只要有辦法判斷真假 這件事對初學來說非常重要 判斷真假是很多 初學會浪費時間的地方 他會用虛 就是錯誤的知識去反覆的驗證 比如說我在A流軟器跑得起來 為什麼我在B軟器跑不起來 我們透過實驗是沒辦法獲得真相的 然後我們透過網路上 搜尋沒辦法獲得真相 就是大部分的知識 都可能是部落格介紹 他會有舊版的問題 他可能會不小心寫錯 初學可能就寫部落格嘛 不小心寫錯這樣 那麼 如果你可以找到官網文件 或者是Spec 他可以幫你找到正確的知識 這樣才是真正找到真相的地方 的方法 就是加速自學是我們的強項 就是從前面講到這邊就是 你要確定人生的方向 是要當工程師 並且不順利 然後來我們這邊 我們幫助你加速的方式 就是告訴你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的 怎麼樣的人會比較順利 然後他就會 因為不順利而變成順利之後 他就加速他的自學 然後學寫程式這件事 也不是我教你的 就是你自己靠你自己的學習 所以有很多學人就跟我說 來webcam 就是training啊 覺得收穫很多啊 之類的 我就跟他們說 不是就是靠你們自己的努力 這樣 但是還好沒有人說 我來這邊都學不到的東西 就是抽面頭把我交進來 這樣 還好沒有人這樣 對 然後 自學不應該加入好想而開始 也不應該加入 離開好想而結束 就是你不應該因為從這邊找到一份工作啊 而不自學這樣 就斷送你未來 當工程師的道路 對 好 那最後有沒有誰 就是可以QA這樣 對 好 可以QA囉 我們 有人現場問問題嗎 因為我們的那個slide好像 對 喔 slide沒問題 你知道嗎 請 請教一下就是那個 市面上一些課程 有機會很強調 那個就業保證 我覺得是市面上一些課程 很難來強調那個就業保證 對 然後不過剛剛看那個招生的流程 好像不會有外提到這一塊 所以蠻好奇 會不會去處理這部分的問題 這樣 我們 我覺得training的 就是我們自己 四個camp都沒有定調說 我們產出來的工程師 是為了要幹嘛 都沒有 那麼這件事 其實我們都在討論的過程 我自己的觀察是 學員在training完 雖然有些會 不一定會去找工作 就是不一定會去找一份正直的工作 有些人會說 我就接案吧 或者是我就 比如說跟朋友去創業了 這些都有可能 但是不會因為 你要就業而幫你training 這不是唯一的道路 但是他們 明顯的感覺出 他們在training完之後 會有 比較有人生的選擇權 就我知道我接下來要幹嘛 我可以想未來 要幹嘛這件事 他會想得很 很有信心 對 就是我可以去工作 我也可以不要工作 這樣 不工作也許就是 用別的方式 生活這樣 對 各自有各自的做法 對 好 這樣回答到你的問題 謝謝 好 好 請問就是在 花時間撰寫 Spec 就是文件 跟花時間交流 這兩個會遇到時間上的衝突嗎 就是你要分配多少時間去好好的把文件建立起來 跟花費多少時間 就是讓人直接可以面對 因為你剛才的有一頁是講到說 你認為讓人成為知識的載具 跟讓人為知識的索引 那你也知道就是 如果以索引這件事情 你要從一個人身上找出東西 好像困難度會比你從 比如說網路上或者是寫好的東西裡面找 那所以變成說 我可以 我想像的是 你會重視這兩個是 因為 人成為知識的載具跟索引的時候 比較容易促成這樣的一個社群的交流 跟互動 可以快速的培養新的人起來 對 但是同時 Spec又很重要 或者是所謂的技術文件也很重要 才能夠去累積更多的一些事情 對 那這兩個的時間分配上面 在整個團隊的運作上面會產生衝突嗎 或者是有沒有什麼樣類似的經驗 我講一下我的想法好了 就是 人 去讀Spec這件事其實是有 就是有 困難 一開始有困難度 就是我不知道Spec的 重點分配在哪裡 對 然後人成為知識的索引這件事是 也許我不知道怎麼查 我可以問人 他告訴我他的方法 那我就可以找到Spec 也許我看不懂Spec 我可以問人 然後他幫我導讀一下 然後我就 大概怎麼看比較好入門 這樣 也許我對 比如說 ViewX這個東西 就是某個技術 比較不熟這樣 那可以問一下 有學過的人 他就告訴我 這個東西大概是什麼樣的概念 誰跟誰要一起 誰跟誰不應該在一起 這些小細節他可以提醒我 那他就是知識的索引了 那麼我在自己去看Spec 會比較順利 這樣 我的初衷是這樣的想法 對 那 那你我繼續問好了 所以 這有回答一部分的問題 然後 那 時間分配 對 就是因為 撰寫文件 大家知道 尤其是在小房子的時候 你要花時間撰寫文件 跟花時間撰寫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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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 就老實說 也沒有強制大家去撰寫什麼文件 那大家會讀的 就只有 我建議他們讀Spec而已 那那個東西會有 就各Spec的官網 會自己維護 所以我們不用自己維護這件事情 對 所以 我們應該是沒有 遇到這方面的問題 就是 你要問的應該就是 工程師在寫程式的過程中 寫文件 跟 Coding的過程 討論問題的時間分配嘛 對 我們應該是不會 好像沒遇到這問題 這樣 喔 知識管理聽起來很抽象 具體的做法 知識管理 就是 我對知識管理的理解就是 團隊 我們在團隊裡面 需要的 解決問題的那些知識啊 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把它累積在同一個地方嘛 那在需要的時候 可以去那個地方取得 然後拿來解決問題 對我的理解這樣 就是我們過去 我在業界公司 我們自己架了一個Wikipedia 我們在上面寫文章 也就是這樣的作用這樣 那 他的目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重點是拿來解決問題的 所以 我覺得 我覺得 重點是 你在解決問題過程中 只要取得知識就好了 OK 這樣 然後具體的做法 其實 呃 傳統 我 我認為 就是 就像我過去的公司 傳統的做法就是 建一個系統 然後把它做起來 那不管那個系統是什麼樣式的 不管是Wikipedia 不管是用Git 就有版本的累積嘛 然後甚至我看過 用很多個留言板的 對 就是你會一個問題 然後留言留言 issue tracker的方式留言 也都可以做知識管理這樣 對 只是 對我們Camp來說 去維護那樣的 過往知識的體系 太過於辛苦了 然後我們都用 口口相傳的方式 其實就足夠了 因為我們的 原因在於 我們的人 跟公司的人 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人是流動性高的 我們就是大概六個月 就是人就離開 然後又有招新的人 流動性是很高的 所以 我們去建這樣的東西 會比較耗費人力 也許下一批的人進來 不習慣寫這個啊 或下一批的人進來 文筆不好啊 之後人就不看了 這樣 也許都有可能 那麼 我們就希望 那不要這麼做 那我反覆好了 但是我們重點是 你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 還是要找到答案 那透過找人 或找系統 或Google的方式 要找到答案就可以了 那 那個找到答案的方式 方法是可以流傳的 這樣 好 好 謝謝盛凱 那就感謝大家 好 那 交給我了 好 那 剛剛的 議程 上我們的議程 我們先到這邊 告一段落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應該會 等待我們的便當這樣子 那在這段時間的話 大家如果說 有想要交流的 或者是你對 剛剛的哪一些講者 比較有興趣的 都歡迎直接找他聯繫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入休息時間